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新电影被曝11月开机 终于不再拍流量剧或将众回主流市场 10月10日,有博主曝出杨子将主演新电影列读 而这部影片将于11月开机 据悉列读这部影片是一部主旋律作品 而从阵容来看,可谓清一色的港圈班底 值得注意的是,知名导演邱里涛这次做到了监制的位置 虽然导演高子斌是新人导演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稚嫩,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从放出的资料来看,杨子将饰演的角色叫做洛嘉 他不仅是个性格刚烈的硬骨头 同时还要以身试衔,打入敌人内部 这种戏中戏的角色设置其实给予了杨子很大的表演空间 对他这种老练的演员来说,到时必定会过足演戏影 这部影片目前已经拿到了备案立项号 这意味着杨子在完成古装剧《沉香如蟹》的拍摄后 休息不了几日就要很快进组 对杨子而言这个时间还是有点赶的 不过既然他选择接下这部电影,那说明他对自己的体力有信心 在很多人眼中,杨子的工作重心一直都在电视剧上 但实际上,杨子心中一直都有电影情节 他在2019年凭借《烈火英雄》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提名便是最好证明 去年他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同样也有精彩客串 如今接下电影《猎毒女主》,可谓是不忘初心了 杨子这两年的运气其实不算太好 沉迷拍流量剧的他虽说赚得盆满钵满 但青三行和余生接连出事,也是让杨子的作品突然断了档 今年接下《沉香如蟹》也属于是迫不得已的救场行为 想必拍了这么多古装仙侠剧,杨子自己也觉得腻了 杨子是根本不缺演技和国民度的 所以这次重回主流市场拍大荧幕,不少导演和班迪也相当愿意用它 之前参与的电影项目尽管票房一般般 但谁也说不好它究竟是不是一匹大黑马 这些都需要用时间去证明 杨子做出拍电影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今年一方面流量剧和流量明星开始呈现颓势 另一方面是《长津湖》等各种大制作电影接连斩获几十亿票房 杨子自己权衡之下,肯定也知道怎么选 就是不知道他能否适应电影的叙事节奏 而观众的认可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 杨子目前的优势就是有着足够的粉丝基础 然而想要取得像张小斐那样的成绩 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希望他自己放开了眼 提前祝愿他这部电影《列读》能取得好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